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就是大家阿摩托博 阿摩托博 你看课本261页 讲到这里 这里讲到三圣共法的这个圣人 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现在讲到四国阿罗汉 断祸就近者 冥曰阿罗汉 必顾不造星 生死更无缘 好 那我们来看 他说体见正法而断了见末的圣者 这个是出国 那么如果菩萨 那么就是得无生法人 那么知见是绝对的正确 那么因为他知见绝对正确 所以他绝对不会再造三二道的业 也因为这样 那么他不会剁三二道 那我们说这个 如果还没正出国以前 如果他有正见真伤 那么也绝对不会剁三二道 那么所以知见是最重要的 所以八正道正见是放在最前面 如果没有正见 就算持见 那么有一天也有可能会破见 因为破见就有可能会破见 但是你即使持见不是很清净 但是你知见正确 你怎么样也不会造三二道的业 但在一切境界上 爱然的力量还很强 所以他说我们虽然道理上知道 但实际上他那一种力量 烦恼的力量还是很强 这个就是我们学者常常会感觉到 有心无力或是预政法力 或是我明明知道 但是做不到 就是你想这样做 都是烦恼起来 你一直在拉扯 一直在拉扯 但是你还是会控制 然而你在控制的过程中 有时候会控制不住 但即使是控制不住 你也不至于 你也不至于放任他 烦恼一直下去 不会 那么这个就是正见的力量 就是说 你虽然知道这样不好 但是 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这样不好 但是有时候烦恼来了 你还是会克制不住 还是会起烦恼 甚至 还是会起烦恼些 还是会骂人 有时候还是会 所以出火还有贪嗔痴 那有时候也会生气 那你也知道这样不对 你也知道这样不好 但这个烦恼的力量很强 他也不是说我知道就马上能够做到 我知道这个不对 我马上就丢掉 就好像这个东西太油了 然后对我的身体不好 但是实在太好吃了 然后还是会懒着 他一样有贪嗔痴 但是他绝对不会因为这个贪嗔痴 而造重大的入力 他会控制 只是有时候会控制 没有办法控制到那么好 就是会这样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爱懒的力量 还很强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 修行有时候会觉得 我好像没有善根 好像我这个善根很薄 烦恼很重 烦恼本来就重 那么烦恼之所以会变得薄 变得轻 是靠我们的努力 这样慢慢慢慢来的 即使振了出国的 都还不一定能够克制他的烦恼 没有 振了出国的胜者 他也不一定就能够完全控制他的烦恼 所以他才会 我们想过他才会有七次 如果那么好 那么他这一次振了出国 马上就要振他的烦恼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修行 那么要有信心 而且重点是 你真的要认清楚 这个是什么东西 所以可能禁修停对 因为有时候会觉得 哎呀我做不然 我做不好 所以常常用共告一半 又觉得 哎呀反正我怎么修也修不好 但虽然是这样 也不至于去造重大的恶业 他只是 有一点点我们叫做思念 妄念不正知 或是懒惰懈怠放映 但是虽然是这样 但是他还是很清楚 这个绝对 哪有一个范围 不能够超越这个范围 只能够在这个范围里面 他还是会控制 那常常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其实都会有这种问题 就会觉得 哎呀我就已经知道了 但是我为什么还这么想 我就已经告诉自己 不要再这样 为什么还这样说 我就觉得这样不好了 常常忏悔 为什么还这样做 就会有这种情形 那所以 所以他讲 莫者再生人 莫生天 妄思本来 那就会生了天 有时候会 就会懒着那个欲望 那很苦的时候 努力稀后 一有福报啦 又忘记啦 又懒着福报啦 但是也不会去照重到而已 但是就懒着那个福报啦 那也会这样 本来很苦的时候 有粗迷心啦 但是 慢慢慢慢修 那个福报来啦 一有幸福啦 又忘记啦 又贪婪那个幸福啦 又不知道要处理啦 那这个是很常见的 那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里面 其实就是这样 进去退退 进去退退 那虽然是这样 但是你有政见 你有政见 就算进进退退 进 虽然有时候 虽然有时候就不进了 就停止了 但是就算退也不至于退到 一败涂地 绝对不会 这个就是政见的力量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有一些没有就是 你如果没有政见 你只是很用功很用功 就算你进很多步 一下子就好像坐电梯就往下掉了 因为你没有把这个理弄清楚 你虽然用功 虽然行很大 但是一下子烦恼起来 你挡都挡不住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样不对 这样不好 你平常就没有从这个地方去思惠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出国还有贪嗔痴 不过修或自然萎缩 但是因为你有智慧 你有智慧的力量 你的烦恼再怎么多 再怎么重 也不是也很重 那再怎么多 再怎么样起烦恼 因为他的根已经拉断了 那个烦恼的根就是我爱 我见我爱 那个见烦恼断了 但是那个根本不明还没有 但是那个我爱 他还有很强的力量 因为习惯了 所以这个 他会慢慢慢慢 会因为你的这个 经过这个时间慢慢慢慢他就萎缩 烦恼你会发现 就算你不刻意 他都不会再那么强 偶尔有时候忽然之间起了烦恼 但是慢慢慢慢经过 因为你那个时候善根显露 你一定会有那种忏惟性 就是因为烦恼一定跟着无惨无愧 会同时聚起你 那你开始那种惨愧心会重 因为你有证件 你知道这样不对 虽然不对 但是你还是做了 你还是说了 你还是这样想 那有时候就是你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爱懒的力量 但是经过每一次的这样 渐渐渐渐 那个爱懒的力量也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其实是会的 所以他这里讲 这个修莫就是那种 这种我爱 或是这种我们叫做情感上的 一个见过主要是观念上的错误 那么修莫 思莫主要是情感上的偏偿 行为上的情感上 有时候不容易就这样 那么给他就是让他克制住或断掉 还没有办法那么快 所以有时候常常要水边淋下涨量 圣胎就是这样 那如拔了跟树品会干枯一样 圣道的潜力一定会限行 因为你那个圣道极会有力量 你没有正圣道以前 你烦恼极会有力量 你就算是 你就算是拿个什么东西给它盖起來 用戒用定 定有很多力量 强力盖住 但是烦恼还是会起来 那个根还是会穿透 穿透那个烦恼 那个烦恼根还是会穿透 你上面盖的东西 就算你是盖水泥 它一样可以穿透过去 因为烦恼的根很强 但是现在你不是烦恼的根 烦恼的根拔掉了 那个智慧的根很强 你烦恼再怎么做 它一样会穿透 差别就在这里 所以圣道的潜力一定会陷进 一定会再向前进 所以它有一个实现 有一个期限 就我们讲 这个烦恼有一个保存期限 它最多最多 如果是人天人天七次 就加起来十四次 那一定要解脱 一定要解脱 所以我们怎么样培养我们的智慧 其实很重要 佛法最重要的是智慧 跟外道的差别也在智慧 智慧其实也就是 引起无我的智慧 大圣比较喜欢讲 因为声文基本上 就是阿含金十相都讲三法印 主要是无我 那大圣只能讲一十相也讲十相 但讲十相有时候 有一些人就会 就会虚拟一个有一个十相的东西在这里 其实十相就是无我 他说在进修中 就是在这个情况 然后再进修 正果之后再进修中 无论是行住坐卧 依时与末 那一般我们讲 就是行住坐卧与末动静 那么毁育得失衰老病患 待人皆悟 一切境界上 人提起正念 时时照顾不断去修 你看这个六祖会 那么这个开悟了之后 那么在列宁队里面十几年 也是这样 那基本上你在一个 一个境界就是在一个 不管你在哪里 那么你 你会照顾你的心念 就是我们说会控制 你会照顾你的心念 不至于让他一直随着烦恼 那大部分的人烦恼一来 什么佛法都没有了 烦恼一来 什么佛法 什么观念都没有了 没得到 小偷地 小偷地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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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手 和大小 配慣 小 圣者正在出国的人 不管是什么境界都能够提起正面 好的不好的 实时照顾 照顾自己的心而已 不断的熏羞 我们说我们还没正出国以前 那有时候就忘记了 过了很久才回过神来 我刚才好像讲错 我刚才好像做错 我刚才好像怎么样 但是能够这样 能够后知后觉已经很不错了 就是要这样常常培养那种决心 其实它只是培养来的 烦恼也是培养来的 烦恼就一而再再而三的 这样想这样想这样想 越想越烦恼 忧郁也是想来的 快乐也是想来的 烦恼也是想来的 越想越烦恼 就在那边转啊转啊转啊转 就在境界里面不断的循环 只是这样而已 那现在你在智慧 用智慧的力量 不断的在熏羞 这个能使爱朗为本的修摩 渐渐消融渐渐 就是慢慢的你的烦恼没有那么多了 慢慢的你的烦恼没有那么重了 所以我常常讲你对次烦恼 其实你只要你只要看着自己烦恼有没有减少 就是三件事而已嘛 烦恼的次数有没有减少 就是烦恼的频率 烦恼的次数减少 有的人一天五六次烦恼 有的人一天二十几次烦恼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啊 等一下一生气会引发一临串的生气啊 就你在公司被老板骂啦 同事把事都堆给你做啦 开始起烦恼啦 但是有爱你面子不讲 然后他又来堆给你 这个人又给你啦 又烦恼又加重啦 然后这种这种加重之后 开始就会迁怒 那么得罪你的不敢骂 没有得罪你的你开始骂啦 反正就是这样 然后回家就开始又老婆孩子 或是你家的狗你家的猫 现在看得不顺眼啊 他就这样一直引发一直引发 然后今天累积了 那明天再来又发作 然后就这样 一直引发一直引发 那反复都是这样 会把这个烦恼的次数 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多越多 那你很简单 你照顾心力就是 让自己的烦恼的次数减少 那你常常启发他 启了多少次烦恼 有的脸也不管他 他也不去想他是不是常常在启盘 而且他有时候会 我们就覆盖 人家说你启盘了 我哪有 我哪有启盘了 你还刻意在烦恼上又加上烦恼 那就是你否认 你否认你有烦恼 而你如果能够回心 那么自己看一看 我真的这样不应该 真的这样不好 那这个就是一种觉 其实修行没有什么 就培养觉性而已 因为凡夫就是一直在迷藏当中 偶尔有一点点觉 那佛就是都在觉中 没有迷过 那这个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后面就会讲 就是他有一些层次不一样 就是出国偶尔还会有迷 但是他不会迷得很严重 不会误还有轻有重 我们的误师身手不见无耻 那一种非常迷失的 就稍微走不对 就掉下去了 那个出国那个误师饱饱了 虽然不清楚 但是还是清楚路的 那远一点的 那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二国三国就越来越清楚了 到了陈佛或正阿尔的话 是完全没有误的时间 那悟就是烦恼 就是贪嗔痴 这个后面有屁育 那我们其实修行也是这样 你能够知道你有什么烦恼 在什么时候遇见什么境界 容易起什么烦恼 那烦恼要多种 不过我们给他总结 就是贪嗔痴 三种 这叫三毒 那如果再简单 就叫做贱烦恼跟爱烦恼 就是这里的贱磨跟修磨 这些两种 那一般就是无名跟贪安 你了解了 第一个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遇见什么境界 最容易起什么烦恼 这一点你一定要先清楚 修行就是对治烦恼而已 你如果连你要对治的烦恼 你都不清楚 你怎么修行 你告诉我你怎么修行 如果我们为什么生病要看医生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生的是什么病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我们不知道我们生这个病 应该要怎么吃药 要吃什么药 要怎么样吃药 不知道 所以才要去看医生 医生会给我们建议他专业 可是我们如果起了烦恼 我们看医生不会好 因为医生也不晓得你的烦恼要怎么治病 那要看什么 看佛法 那佛法要自己看 就是你要去思维而已 那你这一点就是 但是如果说 如果说你读了佛法 其实佛法最重要的就是治烦恼病而已 我们讲到究竟是治轮回的病 就治轮回的病 但是轮回怎么来的 轮回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生死 一次又一次的生死 那生死中有苦 所以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那苦怎么来 苦由业来 你有造业 那业怎么来 业由烦恼来 你有烦恼 讲到根本就是这样 那所以佛法最重要的是灭苦 是解脱 但是灭苦跟解脱 其实前面都一定要灭烦恼 灭烦恼不是你要灭就灭 你一定要什么呀 要先扶烦恼 先控制烦恼 就好像火那么大 烧那么久 为什么不能灭 那你要灭火 你要先控制火 越烧越大越烧越大 你就控制不住 那像我们也说脾气大起来 烦恼起来也控制不住 所以你要先学习 先控制烦恼 控制烦恼之后 调服烦恼 然后才能够断除烦恼 那控制烦恼的过程 就是你要先 要知道控制烦恼 你也要先知道烦恼在哪里 烦恼是什么 什么时候会起什么烦恼 你都不知道 你要怎么控制烦恼 那佛法里面举的P就是 烦恼就像贼 贼会 你一起烦恼 你就失去功德 你起撑心 就失去悲心的功德 你起贪心 就失掉不失的功德 舍心的功德 那你起放异心 你就失掉清静的功德 那功德就是你内心的作用力而已 当你有撑心的时候 你悲心就不见 你常常起撑恼心 那个悲心就越来越薄 不就是这样吗 功德就越来越少 那你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常常 常常要叫你这样修这样修 就是让你那个心有那种好的作用 没有那种不好的作用 那那个烦恼常常会让你的心 有不好的作用 习惯了 你就自然而然这样修 你就自然而然地起烦恼 常常起烦恼 所以现在 这个叫做生死流转的 现在要涅槃还灭 你必须要先清楚 烦恼的根源是什么 怎么样是烦恼 我常常在哪里 在什么时候 因为什么境界起什么办法 这个每个人不一样 每个人不一样 有些人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盲点 跟他敏感的东西不一样 有的人最讨厌什么 最讨厌什么人 最讨厌什么事 但是你要记得 你如果真的要休息 没有最讨厌的 你最讨厌的应该是轮回 就是你最讨厌的应该是烦恼 那么一切的人事物 都没有你起烦恼那么讨厌 但是你对这些是起烦恼 所以你第一个应该要先知道 应该要先看到自己的烦恼在哪里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 那不管你读多少经念多少佛 受五戒 受八观哉戒 受菩萨戒 读中观 读为事 读如来藏 读阿比达摩 不管你读什么 修什么 是都是徒劳无功 因为什么 因为你那个烦恼 因为这些都是要解决烦恼的 所有的一切法 无非就是控制烦恼 调忽烦恼 断除烦恼 那你念佛 你忘记念那个人 你念那个人就起烦恼 现在叫你念佛 暂时忘记那个人 你只是暂时忘记而已 等一下佛不念 看到那个人开始又念 开始又念 本来是念佛念法 你到佛堂里面来念佛念法念圣 除了佛堂 看到那个人 看到那个记者又念他念圣念吃 我问你 你能够在佛堂多久 你多数时间是出佛堂的啊 你在佛堂两个小时 念佛念得很感应 除了佛堂十几个小时 二十个小时 都在念太圣诊 那你能够有缩少什么作用 所以你一定要在佛堂里面 培养的这个力量 不知见 定心 因为你一直在烦恼里面 那个心是没力量的 所以你必须要藉由一个亲近的 或是观念的导演 或是转念 也许念佛 也许持咒 也许诵经 也许拜佛 你这样有一个不一样的境界 所以让你不会起那个烦恼的 心先安定下来 安定下来之后 你开始学习这种控制烦恼 调伏烦恼的能力 那么你慢慢慢慢的 才有办法断除烦恼 你没有断除烦恼 你不可能会离苦 这一部分你不要说你要修学 你要修什么学 所以大部分的人 为什么那么用功 越修越不行 那修行的越久 脾气越大 修行的越久 执着越重 为什么会这样 管理就对了 你的修行没有到那个关键点上 就好像你买了一大堆健康食品 我们的送心念佛吃的时候 有点像吃健康食品一样 他也不是没效 但是你吃那么多都没有对症效料 也不是没效 但是他就没有调辱到 这个营养还是吃进去 但是就是没有去吃病 那个病一天一天严重 但是营养一直吃 所以他还是什么 他还是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让自己变得更亲近 然后变得更安定 没有办法 所以修行最重要的第一个 我们说你一定要先知道 自己通常有什么烦恼 那么在什么时候 遇到什么境界会起什么烦恼 所以第一个一定要让 知道了之后 第一个要先知道 就是你要抓贼 你也要先知道贼在哪里 不然怎么抓 那佛法就是说 你要先 就是这个阿罗汉叫做杀贼 就把贼杀了 烦恼断掉 断烦恼就是杀贼 烦恼就是贼 你把烦恼断掉 但是你要断烦恼 你要杀贼之前 你要先敷贼 要把贼绑起来 那贼要给你保 烦恼说你是烦恼不能动 他就不能动 这个承承心不要起 他就不要起了 没有不可能 他会反抗 所以修行的过程 有时候会有一点点挣扎跟痛苦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所以你要先有调谷烦恼的人 第一个要先认识贼 贼通常什么时候会出现 都在哪里出现 你就算抓不了他 你也会把重要的东西先藏起来 让他找不到 你这样有道理的 你这样有道理 所以第一个要先认识自己的烦恼在哪里 那要先减少烦恼的次数 什么时候起烦恼起了多少烦恼 要先减少烦恼的次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要就是烦恼的次数要减少 第二个就是烦恼的程度要减轻 因为烦恼起来有些人 每个人烦恼起来程度不一样 有些人会骂人 有些人会打人 有些人会杀人 不一样 有些人生闷气 有些人骂一下就好 有些人要骂很久 有些人骂得很难听 就不一样 那你要知道你的程度在哪里 在你起烦恼不可耻 每个人都有烦恼 起烦恼不可耻 那么也不可怕 每个人都有烦恼 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起了烦恼你不知道 可耻的是你知道了 你不想去对治他 你还覆盖他 那么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那你只要知道了 这个就好办 那你要有心去对治他 所以你必须要让烦恼的程度减轻 就是你有什么严重的烦恼都没关系 真的都没关系 但是重要的不是你曾经起过什么烦恼 现在有什么烦恼 重要的不是这个 重要的是你现在的烦恼 你知不知道怎么去对治他 怎么去控制他 第一个当然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有什么烦恼 那你要怎么去控制他 你有没有心要控制他 你用了什么方法控制他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过去有什么烦恼 做了什么烦恼 他都不重要 他唯一重要的就是让你知道我有这个烦恼 那么我现在要对治他 所以你要知道烦恼的程度 要让他减轻 烦恼的次数就让他减少 烦恼的时间就让他缩短 就这样 你只要记住这三点 那么找出你的烦恼 让你烦恼的次数减少 因为我们不可能只有一种烦恼 所有的人都具足一切烦恼 只是遇到境界或没遇到境界 有显现跟没显现 只有这样的差别 你的烦恼跟我的烦恼一样多 也没有少一条 也没有多一条 那如果烦恼有比别人少了 就只出过 断三结 少了三条烦恼 那其他大家都一样 只是烦恼都有 但是只是粗跟细不一样 只是这样 轻跟重不一样 只是这样 但我们现在就是要对治法 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 你这一点不知道 你就算天天送进念佛 那么基本上你还是天天请来 你以为这个就是休息 不是 他也是休息 但是没有到根本上 你以为你天天吃有营养的东西就好 你那个病根你都没有除 你也是有营养 你没有错 你饭吃很多 你没有错 但是那个病也越来越严重 所以这个 这个休息其实你要只要知道 阿罗汉是断除烦恼 阿罗汉没有什么 阿罗汉就是断除烦恼 那烦恼的根本当然是火箭 但是在除火箭没那么容易 你要先把那些粗重的烦恼先调伏 所以一定是调伏烦恼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好 我们让你再看 所以他已经证了 证了 现在证了出火 他能够 他很明确时长能够提起正面 即使证出火有所谓的妄念 思念不正直也会 我们说出火 不要说出火 三果都有烦恼 不过三果的烦恼已经是非常细了 他们有欲界的烦恼 欲界最重要的就是对五欲的谈爱跟嗔恨心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这两个造业是最多的 那三果已经没有了 二果的烦恼你会看到这个人心非常调 不太容易起烦恼 好不好都不容易 但不是不会起烦恼 那三果对这个世间的东西 他其实不是什么在义人 也不是什么在乎人 不是那么 那出火还会 但出火你会发现到他会控制烦恼 他会想办法调悟烦恼 他不会掩饰他的烦恼 但是他有时候会忘记 所以他讲这个俄国以来都是如此 就是出火恶果 恶果跟出火的差别就是出火恶果调腐烦恼的能力更强 更厉害 就是这样 所以烦恼更薄 所以恶果跟出火的差别就是恶果薄他的真实 比出火薄 其实是这样 他已经知道要控制烦恼 要调腐烦恼 要断除烦恼 他已经知道这个了 那地方我们讲戒一定会 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戒就是控制烦恼 比如说五戒不杀神 那么你要控制在不杀神这个范围 我不能杀神 我虽然有杀心 但是我不能去杀神 你还做不到没有杀心 你还做不到没有贪心 这个东西好漂亮 我好想要 但不是我的 我不能要 但是你还是有贪心 真想把他拿回家 但是就不能 这个就是戒 他就是控制 戒无非就是控制烦恼 那么定他就是调和烦恼 把烦恼压制 他吸入力量 他不起烦恼 但是他没有断烦恼根 他一样有烦恼 到了会他就能够断除烦恼 出火他只是断 烦恼也不是一切都断掉的 先断观念上的错误 然后之后像这些爱烦恼这些 就借鉴保 借鉴保 那借鉴保不是他从俄国 他才会这样 他还没振国以前他就这样了 他还没 不然你烦恼那么粗 你怎么用断三解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他因为烦恼就涨到 所以他在出国以前 他就知道 修行就是对治烦恼 就是要断除烦恼 阿的话就是把烦恼断尽而已 所以他要学会控制烦恼 调服烦恼 就是要学会这个 那我们说你要学会这个 你要先知道 什么是烦恼 我有什么烦恼 我在什么时候 预定什么境界会起什么烦恼 你这个要知道 好 那么正的出国或俄国三国 现身不断进修或阿纳喊死后 身到上阶 上阶就是社阶 一个社阶叫上阶 预计是下阶 胜到现前到了断获就进 进进的时候 因为现在在讲阿罗汉 那么他顺便把前面出国 俄国三国 讲 现在讲的是阿罗汉 那么阿罗汉断获就进 获就是烦恼 那么把烦恼都断进来 那么就正第四国 第四国就是阿罗汉 名为阿罗汉 那我们说阿就是 阿是否定是无的意思 但我们习惯都讲罗汉罗汉 其实应该讲阿罗汉 那么阿罗汉也是泛名 意译为应 应共 他有三个意思 真正应受人天供养的圣者 或意为无生杀贼 就是阿罗汉是 应共无生杀贼 那是说到此皆会 杀尽了一切烦恼贼 不会再有生死的生起来 所以贼 所以烦恼是贼 那贼的意思就是 他会让你的 你所修的功德 渐渐漏掉 渐渐漏掉 就是你赚哪个钱 他偷一点 所以你虽然很用功 可是很贫穷 都被偷掉了 你赚哪个钱都被小偷偷走了 那么你努力修行来的 很用功要念佛 又持戒 又布施 然后一下子起烦恼 都漏掉了 就好像你赚钱来 赚了钱都被贼偷掉了一样 所以说烦恼是贼 总之这是断尽烦恼 断尽生死的极果 就究竟这是极 果报 那么所断的烦恼 论诗说诗 色无色戒的修断烦恼 阿比达摩里面 色戒无色戒的 因为他已经出果恶果三果 他是断五下分解 他叫做五下跟五上 他这里有讲 他这个佛在经中说 断五顺尚分解得阿罗汉 五顺尚分解是色滩无色滩 调举慢无名 色滩无色滩是色戒与无色戒的贪 那么贪有三戒 秤只有一戒有 秤只有一戒有 到了色戒 秤就扶住了 天忍不起承认心 不是说天忍不起承认心 色戒的天忍不起承认心 异界的天忍也会 异界的道律天 都还会跟阿修罗打仗 那么但是一般我们讲贪 贪有分色下戒跟上戒 下戒跟上戒 那么下戒就是欲贪 对五欲的贪爱 上戒就分两个 叫做色无色 色滩无色滩 那么他五顺 这个下戒五下分解 就是包括前面的三戒 身戒戒进其疑 然后这个是戒烦 我们讲这个五下分解 五种下戒的 那么烦恼 三戒身戒 这个上次我们讲 这个上次我们讲 戒进取戒 非因 基因 非果 基果 身戒是最主要的 戒进取戒 跟乙 对三宝四弟不清楚 那么重点是这个 只要断了身戒 你一定正出国 那么你要断身戒之前 一定要先对三宝四弟 对这个延期了解 那么没有非因基因 非果 基果 那么重点 这个是一样的 重点在这里 欲贪跟增 这个只有下戒有 你看五上分解 五上分解 上是上戒 五上分解 涉贪 无涉贪 调取 慢无名 涉贪 无涉贪 调取 还有慢无名 那么重点是这个 贪 重点是这个贪 那么撑只有在下戒才有 那么因为上戒有 他只要是涉贵的 涉贵跟无涉贵的 涉贵跟无涉贵的贪爱 那涉贪是什么 涉贵基本上都是 四禅八定以上 四禅 四禅都是涉贵 那无涉贵就是空无边 事无边无所有 非想非非想 涉贵主要是喜乐 就是那一种 那一种喜乐 就是贪那一种禁戒 那无涉贵可能就贪那种奇境 我们叫涉贵 它可能就是精神 精神界 那无涉贵可能就是意识界 那这个下界 欲界 就物质的 它是比较物质化的 它这个是比较属于精神化 比较意识化不一样 那么贪就是贪爱 那有些人在这个修禅定的时候 那么禅定很舒服 他懒着了 那个就是涉贪 那懒着那个极境 那到了四禅八定 那个比较高级的定 它那个也很 感觉到很亲近 无舒服的感觉 那个就是无涉贪 它有四个层次 不同的层次 那我们是感官的刺激 这种感官的刺激 色身相味处 觉得好舒服 吃这个东西好舒服 听这个音乐好舒服 看这个东西好舒服 反正就是这样 那我们就 这个就是欲他 这个是比较低层次的 那你看这个 秤只有在意诫有 但是涉贵 它没有断 它是扶住而已 它是扶住 如果它把 它并不是你到了社界 你有禅定 它定只是扶住而已 你看 这个都是四禅八定 这个是四禅 这个是空无边 室无边 后面的四种定 那么这个定是扶住烦恼而已 扶住而已 所以称心 那么你正出国 你正出国 它虽然还在御界 正出国虽然还在御界 但是 它 它把这个 它御谈还没有断 但是就是 它这个也是扶住而已 也没有 就是说 它控制处 还没有完全扶住 到了有定 才能够扶住 但是到社界无社界 它有定 它不起承认心 这个善界是不起承认心的 也不起御谈 它不起承认心 但是它没有断 不起承心 也不起御谈 因为它已经扶住了 它是社界 它没有御界的烦恼 扶住了 但是不是没有 它没有限期而已 就是它还没有限期 但是如果 如果它社界完了 又到御界去 它御界烦恼又起来 其实这样 所以 所以这个是扶住 要有会 但是如果是 如果是证三国的圣者 三国的圣者把这个断掉了 这个是三节是出国 出国二国是这个 出国跟二国 都是断三节而已 但是它这个烦恼不会很重 到三国把这个断掉了 那么出国二国已经是薄 薄浴滩跟薄撑了 它不会很重 如果很重它也没办法证出国 那么它已经是薄了 薄就是要对于这一些武艺的东西 它不是很懒卓 不是要一般人那么懒卓 但是到了三国就把这个断掉了 二国它越来越薄 薄贪真词 断掉之后 因为它把这个断掉 所以它不会来遇见 这个是来遇见的因缘 那我们说过 除非它是要行菩萨刀 那么正乌生法人 也许它把这个断掉 或是有一些说师 它没有完全断 要流磨润身 那这个一般来讲 你把这个断掉你就不来 那你虽然禅定 生到色物色 但是你没有断 所以你一旦到遇见 你还会引发 但是在色界它不会有这种 在色界它不会有这种成性 那扶住了嘛 所以像那个旧约圣经里面讲 这个上帝 上帝其实是大叛天王 大叛天王是出残天的 出残天的 它是色界的 其实它不会起成性 像如果大叛天王上帝 这大色界的 它成性其实扶住了 它不会说 你白天王的话 用大水淹死你 用火烧死你 旧约圣经很残暴的 那个其实不是 那个其实是让上帝背黑锅 因为大叛天它有一个特性 世无量心 慈悲喜者是无量心 它是慈心 它是慈悲心 而且它称认心辅助了 如果以这个来看 其实那些旧约圣经里面 写的大叛天 就是上帝惩罚那一些不信的人 或是惩罚那一些人 那个其实不是上帝的特性 因为到了出残天 不要说出残 你到这个欲戒天人 欲戒天人都不会杀人 欲戒天的天人都不会杀人 他会起称认心 但称认心也没那么重 没有称认他要杀人 不会 何况是色戒天 色戒天 称认心都扶住了 那么他这里讲 他说色贪如色贪 调举曼无名 色贪如色贪是色戒无色戒的贪婪 调举曼无名也应该是二戒不同 那么这个欲戒也有 那么色无色戒也有 但修获以懒爱为本 我们讲说比较是情感上的 懒爱冲动 所以特约二戒而分别为二戒 这五戒是始众生生于上戒的 这色贪如色贪 调举曼无名 现在也断了 就断尽了戏服三戒的一切烦恼 烦恼既断尽了 那依烦恼论生 而敢果的故业 从前以我戒为中心而造的约令 已经完毕而不再有效 那么以我戒为中心 已经是正出国以前他就有了 但是正出国之后 这个我戒断掉了 但是他还有一些力量 所以他还是会在造业 但是渐渐渐渐 因为根本已经拔掉了 所以渐渐渐渐渐到了阿罗汉的时候 这一些完全没有力量 完全没有力量 出国那个业力还是有的 所以他最多还有14次生死 三国还有一次 到了正在阿罗汉 已经这一些完全都没力量 所以不再有效 所以业会不会受报 要看业有没有成熟 如果不成熟就不会受报 就算你过去有业 但是只要不成熟他就不受报 那只要成熟他就会受报 那你要相续做他就会成熟 就是同样的烦恼一直勤一直勤 同样的二月一直照一直照 他就容易成熟 那善业也是这样 不断的善心一直勤 不断的善业一直勤 他也容易成熟 善业跟二月都一样 那么是成熟才会受报 那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成熟了 正在阿罗汉 所有的业都完全失效 不管是善业恶业 那只剩下无肉业 所以又不会再造新业 那么所以未来的生死苦果 更无生起的因缘 所以阿罗汉现有的生死生 到了寿命近 因为这个寿命 这个生是业报生 是过去照来的 那么他还在延续 那么到这个寿命近了之后 当然他也可以提早让他近 他要提早问问问 也可以 佛时代就有一些阿罗汉 听说佛要入虐坂 他先入虐坂 他寿命还没见 他真的要先入虐坂 因为佛要入虐坂 我不能见佛入虐坂 我先入虐坂 那有一些 我不能先佛入虐坂 所以等到佛入虐坂 我才入虐坂 就每个人就是认为的不太一样 所以有一些可以入虐坂 他不入虐坂 因为佛还在 那有一些知道佛要入虐坂 他先入虐坂 最后一个虐坂坂就这样了 所以阿罗汉其实 他有能力让自己先走 那这个跟一般人自杀不一样 所以 寿命近时就前运面 前运就是这个五运生 这个过去前世所造业的五运生 没有了 都没有了 那后面的后运会更不深 他没有后有爱 也没有自体爱 也没有境界爱 这些没有了 而入于不生不灭的无与虐坂 有生就一定有灭 灭就是 那从这个五运来讲叫做生命 从友情来讲叫做生死 其实是这样 那生文圣的进修以此为最究竟的果位 到了这里就究竟了 不再有生死了 那你说不再有生死那在哪里 没有在哪里的问题 他也不是不存在 你不要认为真的阿罗安就都没有了 不存在了 不存在这个世间 他就完全不存在 没有 那个是断面 但是也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 换成另外一个生存在某一个境界也不是 不过大圣认为阿罗安还没有完全究竟 所以你知道像禁土里面很多阿罗安 那这当然就是另外一个概念 此莫会解脱 莫是拒解脱 六通即三明 世间上无点 那么这个在讲阿罗安的功德跟种类 有几种阿罗安 那有些什么不同 经中说到阿罗安有六种 九种 那六种 九种 我们写一下好了 六种是指退法 退法 退法阿罗安 然后施法 护法 安住法 所以这种阿罗安的分类有可能 有可能是不怕他分别出来的 佛时代不知道有没有特别讲到这么多种 那么 堪达法 一般我们比较常说的就是拒解脱跟会解脱 这里有讲到六种 我有讲到九种 第六种是不动法 第六种是不动法 这是一版里面说到六种阿罗安 那他有他的不同的意思 那我们大概知道有哪几种就可以了 那么最主要是这种不动法 他就是一定会不会退 那你说阿罗安会有退吗 他有一些认为就是他还会有退 他不是退到三国二国 而是退他的一些所得的这一些 这一些可能就是进阶 那如果是九种的话 他有这几种说法 如果九种这个是六种 那么九种的话 我们大概知道他有哪些就是可以了 那九种的话他是施法 假的不太一样 申禁法 不动法 不动法 退法 不退法 护法 护法 拾柱法 然后之后就是会解脱拒绝脱 那一般我们讲的主要是最后面这两个 会解脱跟拒绝脱 其他的比较少说到 那这可能是布派 他在研究的时候 他比较细的分别 阿比达姆就是分别 那我们说的主要是这两个 会解脱跟拒绝脱 这个是经典里面常说的 那等一下再来讲 会解脱跟拒绝脱 我们来看 看这个 他说有六种跟九种等分别 现在是有两大量 此阿罗哈 莫是会解脱 莫是拒绝脱 那么什么叫拒绝脱 拒绝脱就是定跟会都解脱 要知道定跟会都有烦恼障毙他 所以不能陷起 那么如能陷起就是从这些障碍而得解脱 就不再束缚了 烦恼跟业言或是什么样 让你定不能成就 让你会不能成就的这些束缚都没有了 好 我们先下课休息十分钟